二瓜多强震之后呢 慈激志工在曼塔市进行八天的乙公代震 圆圆时以一场御佛典礼 和当地居民共募佛恩 另外江拿大灵火持续延烧 当地早晚温差大 撤离的居民缺乏毛毯 台湾慈激志工因此整理了四千条毛毯 今天将要启程 这一上人今天志工早会开市 自动自发帮助人的佛教徒 都是因为佛陀的道理 行菩萨道的爱心克服一切 加拿大灵火持续延烧 亚伯达省麦克姆瑞堡 撤离八万多人 但早晚气温低 物资缺乏毛毯 慈激志工紧急持援 与华航合作将从台湾 分批运送四千条的加厚毛毯 温暖居民的身心 气候已经早晚不均 气候在早晚是很冷 这都是慈激在近期 要给加拿大 真的实在是看了都很紧张 总是平安就是福 我们时时都要戒胜前程 慈激志工在恶瓜多地震災区 曼塔市进行八天的义工待震 16号顺利圆满 远远也以一场与佛典礼 邀请一共一千两百多位的居民 一同感念亲恩 佛恩众生恩 感众生恩 那就是行善 还要感佛恩 因为佛陀的道理 让这一群佛教徒 自动自发地愿意付出 从遥远的地方无所求的 掏腰包的克服很多困难 去帮助他 不是因为佛陀的道理 行菩萨道的爱心 克服一切 许多当地居民以依不舍 但志工们以供待阵的脚步不停歇 即将前进第二个城市 为更多厄瓜多的地震灾民 用心用爱付出 打开新闻杨洁亭温国家 华联报道